大家好,现在山西大统 现在是在一个服装城里面 我住的这个楼底下 就是超级大市场,啥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 我来买一件秋天的外套 因为不穿个秋天的外套 在北方地区扛不住了 我来找一找 这个里面还是挺大的 还有这种直上直下的电梯 有四步这样的电梯 左右两边又是好多这样的电梯 走,我来找一找衣服 刚才那个二楼的话 卖的衣服相对来讲稍微贵一点 我在一楼看到一个衣服 我决定就去买它了 129 129的话穿个年三个月 到时候可能还要穿更厚的衣服 就这个衣服灰色的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累脏 就穿它吧 衣服买好了 129块钱就刚才那一件 然后看一下对面 这边是超级大茶城 这边也有卖衣服的 小商品入口 茶城 这附近可以说我刚才只逛了 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 这里面大的不得了啊 超级大市场 啥都有 现在往回走去买矿泉水 因为我住的那个房间没有矿泉水 必须得买矿泉水 还有就是看看能不能买到水果 好热呀 现在 这个市场是特别的大 但是饭店 真的特别的少 就这一条街 有几家饭店 而且我能吃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麻辣烫 所以说它没有 你像这么好的地方 应该搞一个快餐店 对吧 就是 但是它这边人不吃快餐呀 这边人我发现 没看到有人 不要说快餐店了 唯一的一家快餐店还关门了 所以说没办法搞 那我只能熟悉当地的这个习惯了 这边水是肯定有的卖的 但是水果没看到啊 到家了 被套我刚才打电话给老板娘了 他说这柜子里有 然后我自己就给它换掉了 然后这是我买的这个新衣服 这么休闲的衣服 说实话 我都有二十年可能没穿过了 小的时候穿这种衣服 还是姐姐穿剩下的 然后再给我穿 所以说这种衣服 我真的好多年没穿过了 因为为什么买它呢 第一个价格不贵 这个才一百二十九 算它一百三十块钱 对吧 然后它这个颜色吧 还特别赖脏 像我穿衣服 就要穿这种赖脏的衣服 然后厚薄的话呢 作为秋天的衣服来讲的话 感觉不算薄 也有点厚 但是 我估计穿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穿到十一月底 或者十二月份的时候 如果感觉冷 到时候再穿羽绒服 那就穿这个衣服了 赖脏 最关键的 价格也不贵 所以直接买了一打 对吧 十二瓶 如果不够喝 到时候再买 咱们住五天嘛 平均每天 可能要将近三瓶 三四一十二 不够喝 到时候再买 下一次买衣服的话 要到九月底十月初 到时候可能要买秋衣 对吧 秋衣秋裤要买了 因为到九月底十月初 你不穿两条裤子 是扛不住的 对吧 因为太冷了 秋衣也要买 然后到那时候穿秋衣 加一个衬衫 再加一个这个秋天的外套 估计能扛到十一月底 应该不要紧 到十二月初 如果它扛不住了 到时候再买羽绒服 鞋子的话 差不多到九月底 也要买 现在还不能买 现在买太热了 知道吧 白天还是有点热的 大概过几天 九月一号以后 会有一场冷空气降下来 会降到二十度以内 甚至是十五度的低气温 所以说它这个北方地区 降温的话 到九月初的时候 是很厉害的 跟我们华东地区不一样 所以说衣服要提前买 但是暂时就买的一件就够了 剩下的等到九月底十月初 到时候再看天气报再说 因为九月底十月初 我应该已经快到荷兰了 差不多会在三门峡 或者是登峰附近 九月底十月初 有可能会在登峰 或者是开峰一带 但是即便是那个地方 它也会比较冷的 必须想要不冷的话 还得要往长江以兰的地方走 淮河以兰 可能会明显好转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